沙拉越和沙巴近年出现本土主义氛围 例如当地人高喊沙拉越人的沙拉越和沙巴人的沙巴 这样的情况令他感到遗憾 因为当地人应该以马来西亚人自居才对 不过沙拉越政党联盟GPS反驳 正是因为马哈迪执政时没有公平的对待沙拉越 才会催生沙拉越的本土主义情绪 沙拉越政党联盟总秘书亚历山大告诉当今大马 马哈迪认为东马本土主义的情绪是毫无必要的 马哈迪也许是对的 但他必须知道这种情绪为何会受当地人欢迎 这正是因为东马一直遭受马哈迪不公平的对待 亚历山大强调 马哈迪第一次担任首相的22年里很少拜访沙拉越 在发展权力拨款和自主权方面都忽视沙拉越 就算马哈迪出任西蒙时期的首相 马哈迪依然不公平的对待沙拉越 他的内阁里只有一名沙拉越部长和一名副部长 相反的 我们政府已经分配50%税给沙拉越 同时还提高了沙州经济发展局的地位